坐住2000多塊的飯店 用手輕輕一摸 平台上滿身灰塵 看似很久沒清理 見到浴室裡更糟 瓷磚的縫隙 卡滿黑黑的無垢 當時人柯小姐用牙刷 輕輕一刷 刷頭全黑 出有滿懷期待的心 瞬間瓦解 這個是我有史以來最糟 我住過每個縣市的飯店 就是最糟了 我都蓋了被子要睡覺 蓋不到三分鐘 然後全身癢 應該是塵滿 從台中興高采烈南下 要看五月天的演唱會 柯小姐三月三十號 週五晚間入住 位在台南市南區 建南路上的飯店 雙人房一晚要價兩千八 但她已經到房間大失所逛 不只櫃子有灰塵 浴室瓷磚縫縫都是霉菌 躺上床更慘 全身開始發癢 熬到隔天一早 早餐更是令當事人失望 定房網站上圖片中的熱拿鐵 現場卻沒有 連要自己加牛奶也沒辦法 被欺騙的感覺 如果是說因為量比較少 或是說客人取的時候 還沒有補過的是說 時間比較晚就沒有再補的時候 可能會客人會有漏差 客人假日入住 剛好遇上演唱會期間 南部活動多 住宿價格較高 但這間飯店依然維持平價 針對客人反映的這個疏失的問題 那擦拭的部分有舒服到的 那我們會再加強情 房屋在整理的時候 特別再注意一下 如有不規定立即要求限期改善 如未能限期改善 既依相關規定予以處罰 業者承認疏失也承諾會改進 針對細節處加強要求 提供更好的住房體驗 TVBS新聞顧守昌談的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